日本品牌索尼请你离开中国 就在14亿中国人都在庆祝党的百年华代时 索尼中国却宣布将在7月7号22点整发布新机 这个时间绝对不可能是巧合 因为标志着清华战争全面爆发的卢沟桥事变 就是在1937年的7月7号夜里22点整开始的 当时驻峰台日军以演习为借口 悍然向宛平县城和卢沟桥发动进攻 至此清华战争全面爆发 时隔84年 卢沟是否还有亡我之心 尚未表明 但你索尼恶心中国14亿同胞却是事实 7月7号22点 这是中国的国耻啊 就这样的品牌 我们还能允许它留在中国吗 谁要是说索尼已经道歉了 认为这是一个误会 那你就抽自己俩嘴巴 让自己醒一醒好不好 要知道道歉对于日本人来说 几乎无时无刻不挂在嘴边上 你去对不起算得了什么 再说索尼在海外的官网 依旧宣称新品发布将在7月7号 美国东部时间的10点举行 你看它就跟10点杠上了 这种操作肯定不是蠢 而是绝对的坏 与此前的外国品牌诋毁中国形象的事件相比 这件事的性质完全不一样 大家都说党的百年生日比春节还热闹还高兴 可他偏偏在这个时候接往的伤疤 往伤口上撒年 还想隔空喊话历史上的7月7号22点 寓意何为 这是在提醒我们数千万同胞的惨死 还是向我们下一个百年的宣战 只可惜你所谓不配 不配与我们中国为敌 更不配留在中国 导意 导意